從桃珠影園看出去就是台北地標101 內部裝潢豪華 這裡是號稱信義區最貴豪宅 也剛好是威京集團主席 沈慶京蓋的 柯文哲也認了曾經招待所高歌 把沈慶京形容是市民 不過三立新聞獨家掌握 柯文哲進出桃珠影園 屢屢誇獎空間寬敞很大 拿起麥克風一手接一手 傳出出席名單不只主人翁沈慶京 也有其他財團董作 如今資深媒體人康仁俊再爆料 再問柯文哲確定 真的只有去過一次嗎 是不是要回想一下他在選前 尤其是當時正在談藍白合作的時候 甚至是他在簽所謂的六點協議之前 是不是也曾經有到過桃珠影園去 議員更加碼爆料 柯文哲和沈慶京關係匪淺 其實柯文哲去桃珠影園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去 而是他的遠方親戚也陪著他一起出席 那到底去跟沈慶京談了什麼 那談了哪些內容去了幾次 我想這一位遠方親戚都非常的清楚 今天有這個檢調可以約談這個遠方親戚 這位遠方親戚就是過去 曾經被踢爆的許信機要 綽號橘子還曾傳出是柯文哲母親推薦 如今傳出柯文哲進出桃珠影園 許信機要也緊跟 精華城案延收柯文哲和沈慶京的關係 恐怕不單單只有柯文哲字述的 這麼簡單 下輪宣傳給我們 瑞環台報道